为了各位我们一起看天气 这几天受到玉兔台风带来暖湿的水气 跟东北风符合的现象 导致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其实都蛮不稳定的 中部以北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雨势 那么玉兔台风带来的水气 持续的影响台湾到明天 所以明天礼拜五在中部以北东部地区 仍然会有一些震雨的 特别是在北部跟东部地区 雨势还是相当的明显 特别提醒你务必要多加的注意了 好消息是到了周末假期 玉兔台风就会受到冷空气破坏 逐渐的减弱消散 所以周末假期开始水气就会明显的减少了 除了在北海岸东部地区还有一些震雨之外 其他地方都会逐渐的放晴甚至是回暖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今天玉兔台风的位置 仍然是在台湾西南方的海面上面 不过在过去这段时间 它的强度持续的减弱当中 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北方的冷空气 破坏它的结构 导致它的强度逐渐的减弱 而接下来这段时间 预计它的位置也不会移动的相当明显 未来这段时间持续在这边打转滞留 所以持续的带来一些水气 跟北方的东北风 依旧是有所谓的符合作用 导致在台湾的上空依旧是水气相当的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 在台湾的北部东部地区甚至是中部地区都还是会有一些些雨势 要等到礼拜六开始它减弱消散之后 水气才会明显的减少 所以好消息是礼拜六礼拜天各地就渴望逐渐的回暖转情了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降雨分布 明天在北部跟东部地区依旧是会有一些震雨 中部地区其实也有些零星的短暂这雨发生的机会 其中又以北海岸东北角宜兰花林的雨势是最明显的 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大雨等级以上的雨势 所以特别提示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 外出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势 也要多加留意低瓦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积水的情况发生了 那么礼拜六礼拜天刚刚讲过了 玉兔台风就地消散之后带来的水气就会明显的减少 除了在北海岸东部地区北部的山区还有一些降雨之外 其他地方都会逐渐的这个雨势缓和下来 北部地区维持多云的天气 中南部地区甚至可以见到阳光 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好天气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这段时间呢 其实全台各地都有下起一些短暂阵雨的机会 其中又以中部以北东部地区降雨的几率会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而南台湾呢零星的降雨之外呢 大致上都是稳定的天气 稳定的天气条件之下空气品质就比较不好一些些了 特别欣欣南台湾高频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最近这段时间空气品质持续的比较差一点 敏感族群外出一定要记得戴上口罩 那么呢明天各地天气状况依旧不稳定 也提醒您出门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